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评论 昨日发生了三件事 直到快点亮才睡着 第一件事是香港心理学家钟卓辉给我回信 冷聊了关于新书自愈 第二件是我把想见一直不敢见的抑郁症 亲历者为主要群体的名叫考拉读书会的学习群建立起来了 第三件事是我接的第三个非正式个案的案主对我失败的咨询提出了批评 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博士钟卓辉最让我激动的是第一件事 钟卓辉说要来大陆发展 我可以带着我的朋友们追随这位激发我走进心理学殿堂的有过彬死亲历的心理学家 帮助他在在大陆发展 他的心理治疗和他的心灵作家事业 最让我担忧的是第二件事 我把各种抑郁 焦虑 强迫等心境障碍特征的朋友统称考拉 安置在同一个群里 我该如何去维护这个群 一百多个脆弱敏感的考拉 大多是属于5%以内的少数人格类型 他们会不会互相传播负面 导致互相伤害或自伤 互助的方式究竟能不能帮助他们 他们能不能有读书自愈的能力 这是我的最担心的 最让我内疚的是第三件事 我辜负了一位考拉对我的信任 我没有把握好咨询关系和朋友关系 提出了很多超出他能力的建议 说了一些朋友 可以说但咨询师不能说的话 善意做成了坏事 无意间违背了后现代心理学不批判的原则 导致了对阿珠的二次伤害 我非常内疚 我想起一个后现代心理学 叙事疗法的大师 吴希炫博士在课上 提到他曾经把不同疗 法放在暗主身上做试验 以验证方法的有效性 无数次伤害了对方 才换来他现在的成就 他为此经常感到内疚 他在许多次讲课中潜然泪下 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些早期的暗主 心理咨询师的修炼就像医生一样 练就医生生精湛本领 都是用一次次误诊和伤害换来的阿 心理咨询师喜欢分析的强迫思维定势 往往是另一把伤害考拉们的锋利的刀 许多心理咨询师都有这样的毛病 是要通过后现代主义 心理学一点点去平衡 晚上 我的大脑飞速转着 辗转反侧 挖空心思想着如何让考拉尽可能少的伤害 获得应有的帮助 也让心理咨询师尽快成长 我的直觉力将我带到了若干年以后 我仿佛看到了一幕目令人欣喜的美好场景 脑海里冒出几个关键词 心理学家 钟卓辉 自愈 合作 读书社群 语言艺术 如果这些关键词都做好了 将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因为考拉们能通过自愈恢复健康 我能在明师指点下获得快速成长 读书社群有了人脉和资源 星星之火不断燎原 就能帮助更多的人 书里清楚这些关键词 最终都是像一个人 钟卓辉 他写了一本关于自愈的书籍 也许他是中国唯一一位将自己从濒临死亡到完全康复的亲身经历 升华为心理治疗特殊自愈疗法 并且拥有博士头衔的心理学家 他是老天留他在人间讲故事的真正的心理治疗师 他身上有太多的未解之谜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的自愈奇迹 可以被复制 可以造福千千万万的人 我一晚上在想 他的故事 他的人品 他的作品 我突然有个想法 建议我的考拉朋友 一起追随他 帮助他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让人成为中国心理治疗 借一颗摇眼的气明星 我相信他是个懂得感恩 有情怀的人 他一定会把他的方法毫无吝啬 传授给我们这些是拼尽全力帮助他的人 让真正的智者不被尘世喧嚣埋没 给他更广阔的舞台 继续闪烁智慧和菱形的光芒 为千千万万的人 带去康复的希望 改变千千万万家庭的命运 为心理治疗历史留下浓墨仲裁的一笔 为人类留下宝贵的精神遗产 这是我夜里深思想到的 为什么我要把具有抑郁 焦虑 强迫 双向躁欲 自闭这些心境障碍特征 这朋友统称为考拉 把症状改称特征 把患者改称心理者 将治疗改称自愈 转换心理咨询师的角色 由教育者变成启发者 由专家变成服务者 并将心理咨询和社工服务结合在一起 这是因为我秉持了后现代心理学去专 加化 去并化的理念 用优势取向 用合作的取向 激发每个人内在的潜能 就如钟卓辉博士说的 潜意识是意识的三万倍 潜意识是我们未被开发的巨大宝藏 他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 自己才是最好的医生 作为一名心理社工师 我用后现代心理学重新审视精神障碍 相信潜意识就是人与生俱来的通往健康的调节机制 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被自己自愈 反对心理教练的操纵 反对专家权威压制 我们要做的 不是去投案主的牢底 不是去无休止回溯童年 不是去教育和劝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而是以一个服务者的姿态 帮助考拉 巴掘自身潜在资源 寻找一切可以内在和外在可以利用的资源 促进他们的由内而外的康复 即使是带着过去的特征 也把对自己和他人的愤怒降到最低限度 和自己和解 和他人和解 和世界和解 我们的考拉读书会的公告是这些写的 各位考拉心境障碍亲历者 各类心理学朋友 忐忑中还是把群建了起来 我们这里近百名朋友 大多来自头条 大多性格偏内向 我们和周围的人总是有那么点不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寻常的故事或境遇 我们在黑暗的迷雾中比例前行 渐渐的学会了在寒冷风霜中用左手温暖右手 也学会了在他人的冷嘲热讽离彼此温暖 这里的朋友 孤独 脆弱 敏感 善良 完美 又渴望成 公和自由 为了相爱而不彼此伤害 在群里 大家小心翼翼说好每一句话 发展同理心 问自己 你这句话发出去 某人各类型的考拉会想些什么 会不会造成伤害 在这里 我们要为受伤的自己或家人读遍天下好书 在这里 我们用后现代心理整合心理学自我疗愈 珍惜相识的人分 一直走下去 互相帮助 永不埋怨 谢谢大家 关于钟卓辉 我用下一篇文章去全面地写 他的故事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这几天我连续发了好几篇短文来介绍这个人 我先把续其中一篇摘录在这里 方便大家先有个初步的了解 我向大陆的心理学家 心理学老师 心理咨询师介绍钟卓辉 我在8月3日的发文是这样写的 香港心理学家钟卓辉博士的新书 已经在香港上市 他 他是香港大学认知心理学博士 心灵作家 他经历了2004年华翔及时至死亡11分钟 经历斌死体验 后被抢救回来 但是脚踝残疾 面临截肢风险 不幸患上重度抑郁症 求医无门之计 他想起来大学期间学过心理学和催眠 他自创前一时梦境治疗 在梦里为自己结果疗伤 最终完全康复 现在的他可以继续他的极限运动 他用生命分笔记书 鲁旭写成多部自传题小说 他还在中国大陆的心理学家大会上做过讲座 在神奇的自愈经历 给我巨大震撼 我就是2014年听了他的讲座 开始了我疯狂学习心理学 寻找真我的历程 如今 他在版新书新药 生命回旋 并写成做自己最好的医生 二 自愈 我向全国心理学家 心理学老师 心理学爱好者推荐他 新书只在香港有售 就版在各电商平台和图书馆都能找到 我帮大家统一义务订购新书 先发到深圳 我亲自为大家一一记出 需要的朋友素与我联系 我是心理咨询师周云谦 心理学读书会考拉自愈联盟发起人 大陆很少有心理学家是用生命在写书 文笔非常优美 像是心理诗歌 这是我和钟卓辉的合影 我们都是诗人一样的心理学爱好者 是不是很像 如果没有遇见这位生命智者 也许我还继续干着简单无聊的工作 没有他的激励 我不会在心理学坚持那么久 他应该成为抑郁的考拉 和所有心理学爱好者的生命导师 关于如何建设我们自己的考拉读书会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可以再评论留言 从潜意识角度突破 从催眠和梦境角度突破 形成中博士说的潜意识 是不是正确的方向 对所有人适用 还是只针对少部分人 欢迎大家提出自己的见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